原标题,李云龙消灭一百多个鬼子军官,其实在无意间坏了鬼子的一件大事。 在亮剑里,李云龙打下的最漂亮的一次胜仗,就是在白家村发动的一次伏击战役,并在战斗中揭灭了一百多个鬼子军官。 日军华北地区司令员,曾秘密地搞了一个由一百多个日军军官组成的官模团。 此次官模团创建的主要目的,就是为了去进西北地区官模,并学习山本所研究的陆军新式战法。 而这一百多个鬼子,可不是什么小鱼小虾,更不是随便找的一些鬼子军官。 这可是整个华北地区最有能力的军官。 但是就在行军的过程中,不打不撞地遇到了李云龙正在打伏击战。 虽然李云龙没能干掉据点里的三百多个鬼子,但是却杆住了这么多大鱼,也算是华北地区天大的新闻了。 相比于打败凡天连队来说,此次的战果似乎要更大一些。 我们从表面上来看,李云龙虽然只是除掉了一百多个鬼子而已,并没有其他的什么含义。 但从实际上来说,李云龙破坏了鬼子一个天大的计划,此话和解。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,鬼子的高层领导,为什么要创立这个官母团? 答案是山本一幕所带领的特工队在阳村遭遇战主,获得了全面性的胜利。 而且还是以灵伤王子代价完成了,而孔杰那边确实损失了二百多人。 这样大的一个成功,鬼子高层自然是非常的有兴趣了。 而且这也让鬼子高层明白了一件事,那就是陆军的新式战术全面推进的重要性。 那么鬼子为什么要在全军搞一个这样的改革呢? 主要原因是在华北地区,鬼子遇到了非常严峻的问题。 大家都知道,八路军的作战方式,一般都是以游击或者伏击为主,利用一些山式河水师作为一个屏障,然后与日军展开不停的洗澡,而且一般是在非常不起眼的地方,然后突然出现,接着就打得日军溃不成军。 就在日军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,八路军已经收缩了队伍,并端进了深山老林之中。 而这一点也让鬼子非常的烦心,但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。 而山本此次所研究出来的新式战术,无疑是让鬼子的高层找到了一些方向感。 这样一说相信大家就明白了,鬼子高层组建起来观摩团,就是为了来研究学习山本的最新研究成功,并希望在学成以后,再在整个华北地区的日军阵营中进行大面积推广以及使用。 假如这样的想法让鬼子实施并得逞了,那么其后果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。 大家已经看到了,仅仅八十余人的特攻队,就已经让大家十分的心烦恼。 如果鬼子再制造出几百个或者几千个这的士兵,那么华北地区的抗日态势就不太明朗了, 还会对中国抗日军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,也正是因为有李云龙的这次教会,破坏了鬼子的一件大事。 如果不是李云龙此次前来伏击鬼子据点,也压根碰上这伙观摩团。 不得不说,老天爷还是挺照顾他李云龙的,居然让他等来了这么多大雨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